在霓虹闪烁,香气弥漫的夜总会包厢里,我正和客户推杯换盏,包厢内回荡着阵阵笑声。 就在这一刻,包厢门突然被推开,妈咪领着几个年轻小姐走了进来。 我瞬间将住,目瞪口呆,她竟然是我的岳母。 为了让我保守这个秘密,她愿意付出一切。 我叫曾强,在东莞一家造纸厂做销售已经七年了。 这些年来,我慢慢地由一个纸厂小白成长为厂里的销售冠军,一路走来也颇多心酸。 我上班的这家造纸厂,是当地数一数二的造纸企业,每年的销售额高达几个亿。 这其中,也有我不少的贡献。 我手上的客户众多,但是最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一家来自深圳的大企业上。 这家企业的规模很大,每年的进货量不少,这一单我跟了一个多月,跟他们的业务代表也谈得差不多了。 一旦把这个大单拿下,不但我今年的业务提成能多不少,而且销售冠军的地位也会更加稳固。 经过艰苦的谈判,今天对方的业务代表答应签合同了。 等到白纸黑字落到纸上,一切尘埃落定,我大大的松了口气,终于完成了。 连日来的辛苦终于有了收获,我格外的高兴和满足,合同签完。 我对客户笑着说道,罗经理,这些天辛苦了,今晚兄弟做东,在明珠餐厅设宴,还请各位一定赏光。 哈哈哈哈,曾经理太客气了,不过你看兄弟们也都出来这么多天了,有点想家,你看晚上能不能安排点其他的项目,让我手下这几个兄弟也放松放松。 罗经理挺着大肚腾,笑嘻嘻地对我说道,做业务销售这么多年,我早就练就了揣摩人心的本领,听罗经理这么说,我一下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 想想也难怪,这几个业务代表都是三十来岁,最大的罗经理不过才四十岁,正值壮年。 为了谈这单生意,来我们厂足足考察了一个多月,这一个月来又格外的忙碌,别说女人了,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。 现在合同签了,大家紧绷的那根弦也松弛下来,难免会想放松一下,这都是人之常情。 哈哈,兄弟明白,那今天晚上我们换个场子,我请大家去DKTV唱歌,不醉不归。 既然人家都提出来了,作为东道主,我当然要有求必应。 要说第一也算是我们这里最为高档的娱乐场所了。 之前接待客户的时候,遇到喜欢去娱乐场所消费的,我都是带他们去第一。 可罗经理却笑嘻嘻地趴在我耳朵边上小声说道, 我听朋友说你们这里有个凯撒皇宫,里面的环境不错,而且小妹妹也年轻漂亮,嘿嘿嘿。 我也露出一个男子之间彼此心知肚明的笑容。 原来如此,罗经理提前做过功课呀,那好,听您的,今晚凯撒皇宫还是我做东。 哈哈哈哈,曾经理是个爽快人,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 晚上七点多,我开车带着几个业务代表来到了凯撒皇宫门口。 由于我之前并没有来过凯撒皇宫,还特意叫上了我的一个同事。 凯撒皇宫的规模不小,有两千多平米,包厢三十多间,包间的名称都是至尊,公主等。 一进入KTV,一股浓郁的香水味扑鼻而来,闻久了都容易让人头疼。 可就是这样灯光昏暗,香气扑鼻的场所让不少客人都流连忘返,原因肯定就是里面的猫腻了。 这个时间已经有不少客人在包厢里唱歌,男男女女三五成群,男的有上班族,也有西装革履的老板,女的则清一色浓妆艳抹,衣着暴露。 我们一行人从正门走入,马上就有服务生上来殷勤地打招呼。 先生您好,请问有订包间吗?没有的话,我们今晚还有一套豪华包间,您看需要带您过去吗?那就来个豪包,就要最好的。 另外,再找几个年轻的小妹过来,要拿得出手的。 我豪气地大手一挥,反正花再多的招待费厂里也会报销,又不用我自己掏药包。 走进包间之后,业务代表们也都放松下来。 服务生很快送上了酒水,还带了几个陪畅的小姑娘,在座的每位客户代表都分到了一个。 罗经理搂着一个娇小的姑娘,率先一掌歌喉,那嗓门让人不认直视,真是要多难听有多难听。 但是我依然用力拍手鼓掌叫好。 趁着这功夫,我拿出手机,跟老婆婷婷发了个消息。 老婆我今晚有应酬,要晚些回去,你还在妈妈那边吗? 知道了,你少喝点酒,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做。 我妈说今晚有事,我就提前回来了。 婷婷很快回了消息。 我继续回复,放心吧,你老公是什么人,你还不清楚吗? 我是万花丛中国,片叶不沾身,这些雍之俗粉,哪里比得上我如花似玉的老婆? 少在这里游嘴滑舌,早点回来,我要检查的。 我咧嘴一笑,收起了手机。 我跟婷婷虽然结婚已经两年了,但是依然恩爱如初,感情好的跟刚开始谈恋爱一样。 虽然我的工作性质免不了要经常陪客户应酬,但是因为我心里一直深爱着婷婷,所以虽然经常出入各种风月场所,但是我从来没有放纵过自己。 而婷婷也了解我的为人,对我也是非常的信任,我常常因为拥有婷婷这样体贴温柔的老婆而感到幸福。 刚放下手机,罗经理一曲唱吧,就笑嘻嘻地过来坐在我的身边。 曾经理,这几个陪畅的小妹都还不错,其实我还好,就是我那几个兄弟好久没来这种地方了,就想着再找点刺激的项目。 我一听心想,明明是你这胖子想嫖了,还推在那几个手下身上,不过我有心理准备,知道他们来KTV肯定也不是冲着陪畅小妹来的。 放心吧,交给兄弟我。 我对着服务生示意,服务生马上心神领会的去了。 像这种KTV里的流程,我还是清楚的,如果客人想要找卖银的小姐,必须首先与KTV小姐的管理人员,也就是俗称的妈咪,进行联系。 与妈咪商量好价格后,再由妈咪带着小姐到包厢里,让客人进行挑选。 不一会儿,包厢的门被推开了,一个打扮入室的中年女子,带着几个浓妆艳抹,身材娇俏的年轻女孩走进了包厢。 就在其他人的目光都被那几个年轻女孩吸引的时候,我看这个中年女人顿时愣在了当场。 虽然她今天化了很浓的妆,打扮得也非常艳丽,但是我一眼就认得出来,她居然是我的岳母崔雨薇。 当看到岳母的一刹那,我嘴巴张得都能塞进去鸡蛋了。 这里可是风月场所,岳母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? 而且还穿得这么妖艳,活像一个妈咪。 不对,刚才这几个小姐不正是岳母带起来的吗? 而且我也听到他们刚才管岳母叫妈妈,所有的一切都表明岳母就是那个负责联络小姐的妈咪啊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我彻底蒙圈。 在我的印象中,岳母一直是一个端庄大气,温柔可亲的女人,而且十分爱干净,总是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,一尘不染。 在邻居中间的口碑也非常好,而且跟岳父十分恩爱。 两个人还经常一起出去旅游,时不时还跟我们秀一下恩爱。 这样一个端庄贤淑,持家有道的女人,我老婆的亲生母亲,怎么可能是一个夜总会的妈咪? 我完全接受不了这个事实,可是岳母本人就这么活生生地站在这里,而且她也看到了我。 我能感觉得到,她此刻的震惊程度不亚于我,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僵硬和慌乱,但是岳母明显也是见过世面的人,很快地镇定下来,对着我做出了一个不要声张的手势。 然后她展露出妈咪职业的笑容,热情地一边跟客人打招呼,一边介绍着带过来的小姐。 我在角落里端着酒杯,冷眼旁观着岳母的一举一动。 我发现,此时的岳母完全不像是平时端庄贤淑的样子,可能是化妆和衣着的缘故,变得社会气十足。 正亮的金耳环和脖子上的珍珠项链,在灯光下闪闪发光。 举手投足之间,尽显成熟女人的风情和性感,应付客人时八面玲珑而又不十分。 岳母生孩子比较早,今年也不过四十出头,身材保持得很好。 虽然比不上那些小姐年纪轻,但是却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的韵味。 一件贴身的黑色旗袍,高开岔下雪白的大腿若隐若现,还有那浑圆风盈的臀部,让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。 阿强,阿强,你在搞什么飞机?那可是你的岳母啊,是你该看的人吗? 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及时地提醒了我。 我连忙收回了目光,岳母给每个客人都安排好了小姐之后,顺其自然地走到我身边,捋了一下裙子,坐了下来。 随后微笑着对我说的话,吓得我我差点把嘴里的酒一口喷了出去。 今天的事情你要是说出去,我保证让你跟婷婷彻底完蛋。 我有些尴尬地低头看着地面,妈,您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啊? 还带着小姐,这要是传出去让我爸和婷婷怎么受的呢? 您要是缺钱可以跟我说啊。 所以说让你无论如何都要保守秘密,只要你不说,他们就不会知道。 我还没问你呢? 你来这种地方婷婷知道吗? 岳母忽然瞪着我问道,我是厂里的销惯,平时业务往来少不了要来这种地方,但我每次都跟婷婷报备。 而且我从来只是招待客户,自己绝对没破过戒。 真的? 阿强,虽然你小子平时看着老实,但是我太了解男人了,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不偷星的猫。 你拿这些话轰轰停停还行,跟我玩这些你还太嫩。 岳母端起酒杯喝了一口,冷着连撇了我一眼。 这您可就冤枉我了,我对天发誓,绝对没有过。 不过我再问一句,您这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吗? 来这种地方上班,我爸他应该不知道吧。 大人的是你少管,你管好自己老婆就行了。 实话跟你说,我年轻时走过一段弯路,以至于到了今天还在为当初的草率还债。 我跟你爸年纪慢慢的都大了,要是不多,攒些钱养老,以后这压力难免要转移到婷婷的身上,所以我就想趁着这身皮肉还能看的时候,能多挣点就多挣点。 不过这是谁也不知道,你要是能帮妈保守这个秘密,妈不会亏待你的。 我这还有两个姑娘,今天刚来的,原本打算是今天压箱底的,你要是想,等会我开个房给你送过去,费用算妈的,怎么样? 岳母歪着头,笑眯眯的看着我说道,我差点以为自己的耳朵出毛病了。 我没听错吧,丈母娘给女婿找服务员,这笔耗子给猫拜年还稀罕,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? 但是看着岳母的表情,似乎不是在开玩笑,满脸的认真。 我连忙正色道,妈你可真会开玩笑,你女婿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? 别说今天您在这里,就算是您不在,我也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婷婷的事情。 我的心里只有婷婷一个人。 我说完后,还有些得意地看了一眼岳母,原本以为这番表态会赢得她的赞叙。 却没想到岳母眼中闪过一丝失望,但是转瞬即逝,很快又满脸对笑。 阿强啊,我知道你对婷婷的一片心意,可是此一时彼一时,你现在知道了我的秘密,如果我不为你做点什么,这心里总是没有安全感。 妈,我明白您的意思了,您放心,这件事我只当从来没有发生过,绝对不会向任何人透露。 听到我这么说,岳母脸上的神情似乎放松了一下,跟我随便聊了两句就出去了。 没过多久,包厢门再度被推开,两个身材高挑,姿色绝佳的年轻女孩走了进来。 这两个女孩比之前的几个小姐更加漂亮,而且气质出众,顿时吸引了全场的目光。 可这两个女孩居然静止走到我身边,一左一右地坐了下来,挽住了我的胳膊,让罗经理看的眼睛都直了。 哥,我叫佳琪,她是莉莉,妈咪让我们俩过来陪陪您,今晚有什么需要您尽管提,我们姐妹俩保证让您满意。 佳琪轻轻地在我耳边柔声细语,可谓是温柔至极。 不得不说,这两个女孩都深谙风月场上的技巧,我被她们左右加工,顿时感觉心跳加速,血压都升高了。 我试图躲开这两个狐妹子的进攻,但是佳琪紧紧地抱着我胳膊不撒手,甚至大胆地把手伸到我敏感部位抚摸着,而莉莉也把头靠在我肩膀上。 哥哥,楼上就有包房,要不要去试试我们姐妹俩的冰火两重天? 冰火两重天? 什么意思? 虽然我知道这名词肯定是个刺激的项目,但是没有经验,一时也想象不出来。 哥哥这都不懂,看来没玩过呀,就是我跟莉莉一个人含着冰水,一个人含着热水。 佳琪说完就跟莉莉一起娇笑起来,而我则羞得满脸通红,还好KTV里光线昏暗没人看得到。 作为已婚男人我当然明白这两个小狐狸精是什么意思,只不过我还从来没被人如此挑逗过。 婷婷平时正经惯了,肯定不会为我做这种事。 现如今一想到那幅银迷的画面,我居然有些想路飞飞起来,身上也开始躁着。 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,我连忙收舍心神,不再去想那些蛊惑人心的香艳场景,而是努力去想婷婷的样子,这样我才能把持住自己。 可是佳琪和莉莉这两个狐媚子还不准备放过我。 佳琪甚至大胆地要坐在我的腿上,我吓得一个机灵从沙发上站起来,就往门外走。 佳琪和莉莉见状也连忙起身要跟上来,看来他们很听岳母的话,今晚不把我拿下事不罢休。 好在这个时候半路杀出个城咬金,罗经理这个胖子冲过来拦住了佳琪和莉莉,就往他座位上拉。 这家伙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往他俩身上瞟,我从来没有觉得罗胖子像这一刻一样讨人喜欢,连忙趁机甩掉了佳琪和莉莉,走出了包厢。 客人们都还在,我肯定不能一走了之,就来到二楼的阳台上,点上一支烟。 吹着屋外的凉风,那种燥热的感觉才渐渐平复了下去,只是身体里那种原始的欲望被勾引了起来。 晚上回去不知道婷婷睡了没有,要是没有睡,我和她免不了要一场大战。 哟,真没想到,你还真是个大情种,对我们婷婷挺吃心,不错,我这个做妈的也放心了。 我回头一看,居然是岳母,有些不满地说道,妈,我都说了,我对婷婷是死心塌地,绝对没有二心,您为什么还想出这种招来考验我呢? 这要是让婷婷知道了,她肯定会生您的气。 呵呵呵,是妈不好,妈做得有点过分了,不过能看到我的乖女婿人品这么好,妈这心里真的很高兴,外面凉? 进去说吧,妈有点是想跟你商量商量。 岳母不由分说,拉着我离开阳台,进了二楼一个小包厢。 包厢里没有别人,只有我和岳母两个人。 KTV包厢里的灯光都设计得比较昏暗暧昧,再加上只有我和她两个人,我觉得有些不自在。 可是转念一想,这是自己的岳母,又不是那些出台的小姐,就算她是个妈咪,又有什么关系。 坐下之后,她给我倒了杯热水,让我暖暖身子,这一瞬间我感觉她又恢复到在家那种温柔咸淑的状态了。 包厢茶几上燃烧着一种香薰,散发出阵阵香气,这种香气闻起来有点怪,但吸到鼻子里又有些舒服。 随意跟她聊了一下家常之后,她突然站起身,在我面前转了个圈,好像是友谊在展示自己的身体一样。 阿强,你觉得我身材怎么样? 我有些尴尬地说道,您身材保持得非常好,要不然婷婷为什么这么漂亮,还不是您基因好。 听到我的夸奖,她十分高兴,到底是做销售的,长了一张会说话的巧嘴,那如果我把自己给你,你想要吗? 我尴尬地低下头,她今天的行为和举动都太大胆了,跟我平时认识的她完全不一样,我根本招架不住啊。 呵呵,阿强,不用不好意思,你真是个喜欢假正经的男人。 这茶几上的香薰,名叫蝶炼花,只需要吸入少许,就能起到催情的作用。 现在已经过了快二十分钟,应该有效果了,怎么样,你现在是不是感觉浑身发软? 我猛然抬起头,难以置信地看着她,她居然会给我下药。 我急忙试图站起来,但是果然如她所说,开始浑身发软,摇摇晃晃地跌坐在沙发上。 她对着我灿然一笑,那么的风情万种。 然后在我的注视下,她居然慢慢地解着自己旗袍的扣子。 那一刻,我感觉自己心神俱罪,彻底地丧失了理智,强烈地反应占据了思想。 岳母看着我的身体,眼睛里露出兴奋的神色。 她抓起茶几上的一杯冰水和一杯热水。 这一晚,我完全地忘记了身份,眼中只有情欲。 而被情欲完全冲昏头脑的我,丝毫没有注意到她已经提前打开了手机的摄像头,放在了床边,将全过程全部拍了下来。 当要笑过去,我悠悠转醒,感觉浑身的骨头像洒了架一般,虚弱无力。 但我依稀地记得,昨晚跟她是如何的疯狂。 那种刺激而放纵的感觉从未有过,可下一秒,悔恨和懊恼就涌上心头。 我到底干了些什么呀?居然跟她做出这种有被人伦的仇事。 我怎么对得起自己深爱的妻子婷婷? 不,这件事绝对不能让婷婷知道,否则一切都完了。 岳母此时已经穿好了衣服,坐在沙发上抽烟,看到我醒了,岳母掐灭手里的烟头, 带着满足的微笑对我说道,累坏了吧,我给你倒了杯牛奶,趁热喝了。 现在的岳母恢复了平时的端庄,完全跟昨晚那个在床上极尽疯狂的妖姬联系不到一起。 这真的是一个双面人生的女人啊。 我起身穿衣服的时候,有些害羞的不敢看她,该看的早就看过了,还害羞个什么劲。 她直接被我逗笑了,昨晚是昨晚,今天是今天,昨晚你是凯撒皇宫的妈咪,而白天你还是婷婷的妈妈,所以肯定还是要避讳一下的。 我红着脸说道,虽然昨晚是被她吓了药,但是一想到她那性感妖娆的身体,我还是能感觉到激情。 但我不是傻子,她之所以要处心积虑地跟我发生关系,绝对不是单纯地因为想跟我上床,而是另有目的。 她怕我把她在KTV做妈咪的事情露出去,所以才上演了这么一出戏。 我对此心知肚明,现在我们都有把柄在对方手上了,所以我要让岳母明白,我不会把她的事情说出去。 算你小子名事理,你放心,只要你听话,婷婷也绝对不会知道。 我们的关系天知地知你知我知,你那几个客户还在包厢里,时候不早了,我要下班了,先走了。 岳母走后,我有些失魂落魄地回到包厢,脑子里一直在胡思乱想。 往后的一段日子,我跟岳母之间心照不宣,彼此都保守着这个秘密。 岳母在家里依然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,温柔体贴地照顾着我跟婷婷,跟岳父也一样恩爱如初。 可我每次看到她跟岳父在一起,都忍不住心虚地低下头。 周末的一个晚上,我跟婷婷回了岳父岳母家。 晚上半夜,我睡醒出来上厕所,出来的时候却突然跟同样起夜的她撞了个满怀。 岳母的身上只穿了一件淡粉色的吊带睡裙,短的指道大腿根。 看着她那风营诱人的身体,我不禁又想起了那个罪恶的夜晚。 我连忙伸手挡住,她看着我这副窘态,妩媚的一笑。 一阵相风逼近,岳母居然在我耳边轻轻说道, 你这个小坏蛋,食髓之位了是不是,你要是想,明天下了班我去开个房。 我慌忙地逃回了房间。 她真的是个妖精,害得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,虽然搂着婷婷, 但是脑子里想的都是她的身体。 第二天我刚一下班,手机上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。 云天宾馆三楼402,要来就快点。 看到是岳母发来的消息,我顿时感觉血气上涌。 这个妖孽居然真的去开房了, 此时的我陷入了激烈的天人交战的状态。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矛盾,最终还是欲望占了上风。 我如约来到云天宾馆。 她早已经在这里等待,我们见面后像是干柴烈火一般拥抱在了一起。 这一次,我们比上次更加的肆无忌惮。 阿强,上次之后,我好想你。 她一边抱着我,一边气喘吁吁地说道, 我也是,晚上都在想你,每天都想跟你在一起。 阿强,那我们以后天天都在一起好不好? 好,我们天天在一起。 你真美,比婷婷更美吗? 是,你是最美的,谁都比不上。 此时我们的脑海里,早已没有了家庭和道德的约束, 只有对对方强烈的渴求。 从这次以后,我跟月她终于跨过了道德的束缚, 只要一有机会,我们就会毫无廉耻地去开房。 甚至有时候,在工作期间,我也忍不住抽时间赶到酒店, 跟她进行一番激烈的交流,再赶回去上班。 我跟月母之间差了二十岁,可是却被她深深地吸引。 但是在家的时候,我们却很默契地保持着距离, 自认为这样做得天衣无缝。 直到这个周末,我们照例开房优惠, 刚完事的时候,宾馆门铃突然响了, 以为是刚才订的外卖到了, 岳母就起身踢着玉袍去开了门, 可是当门打开之后,岳母愣在了当场。 门外站着的居然是岳父和婷婷。 啪的一声,岳父响亮的耳光抽在岳母的身上。 紧接着,疯了一般抓着岳母的头发从门口打到床边。 你这个贱人,我们风风雨雨这么多年, 你居然背着我偷人。 要不是我不小心在你支付宝上看到了开房记录, 老子下半辈子就要被你戴着这顶绿帽子捡棺材了。 你怎么对得起我跟婷婷啊,你这个贱人。 岳父疯了一样的对着岳母打骂,岳母自知理亏, 只是紧咬着牙关,一言不发。 把脸上的枕头放下, 听到婷婷熟悉的声音, 我万念俱灰。 放下! 婷婷声嘶力竭地吼道, 我知道,一切都完了, 自己现在已经逃无可逃了。 当我慢慢地放下了枕头那一刻, 几乎羞愧得想从楼上跳下去一聊百聊, 但终究还是没敢, 低下头沉默不语, 不敢去看婷婷那张伤心欲绝的脸。 你这个畜生, 曾强, 你们这两个杀千刀的贱人, 你们这是乱伦啊, 伤天害理啊。 老天爷, 为什么不天将大雷劈死你们两个王八蛋呢? 这个婊子, 我以为你是跟外面的人私通, 却没想到你居然吃起了窝边草, 就算你不为我这个老头子想想, 你就不替女儿想想呢。 你怎么还有脸活着呀? 岳父看清楚是我, 气愤地一边垂胸顿足, 一边激动地对着我们叫骂。 我和岳母就像是两个遭受审判的犯人, 羞愧地低着头, 这种感觉不像是跟外人偷情被抓奸, 或许还会挣扎反抗一下, 可是此刻面对着自己的亲人和治安, 我们又能争辩什么呢? 老丁, 我, 我对不起你。 岳母终于承受不住这种痛苦的尴尬, 跪在了岳父面前认错。 闭上你的臭嘴, 你这个贱人, 你该道歉的不是我, 是婷婷。 岳父恨恨地又抽了岳母一巴掌, 岳母泪流满面地转向了婷婷, 可是话还没说出口, 就被婷婷对了回去,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听, 从今往后, 你不再是我的母亲, 我和你之间恩断一绝。 现在, 马上从这里滚出去, 我有话对这个畜生说, 岳母的嘴唇动了两下, 似乎还想辩解什么, 可是一向温柔的婷婷, 此刻的眼神冰冷地像要杀人。 我从没见过, 见过婷婷这副样子, 她的脸色惨白, 身体因为愤怒还在剧烈地颤抖。 岳母见状, 知道现在说什么都于事无补, 她拾起了自己的衣服, 捂着脸跑了出去, 而岳父则拿起桌上的杯子, 狠狠地砸在我的头上, 畜生, 你不得好死。 说完之后, 岳父也离开了房间, 刚才他用杯子砸我的时候, 我不闪不闭, 脑袋上被开了一个口子, 任由鲜血顺着脸颊流下。 我知道, 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得的。 现在房间里, 只剩下我跟婷婷, 我头疼欲裂, 尴尬得无地自容。 婷婷, 我是个畜生, 我鬼迷心窍, 是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, 是她给我下了药我才迷了心智, 我是爱你的呀婷婷。 我的声音近乎哭腔, 对着婷婷哀求。 曾强, 我只问你一句, 你们这样多久了? 不要骗我, 否则我立马从这里跳下去。 婷婷的声音异常的嘶哑, 我知道, 她内心的痛苦更甚于我。 亲眼看到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丈夫偷情, 这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女子来说, 都是无法想象的酷刑。 我原本想说只有一次, 可是担心万一谎言被婷婷戳穿, 她真的会一死了之。 这样子, 有三个月了, 婷婷, 我真的是被陷害的, 我真的没想过背叛你背叛家庭啊。 是因为我发现她在KTV做妈咪, 她为了阻止我泄密, 才想出了这种办法控制我。 婷婷, 你相信我好不好, 我求求你。 最终, 我还是决定对婷婷彻底坦白。 呵呵, 陷害你, 陷害你你跟她这种脏事干了三个月。 要不是我爸偶然之间看到了那个贱人的手机支付记录, 我还要被你们蒙在鼓里多久。 曾强, 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, 你要用这种万贱穿心的方式伤害我。 你回答我, 你说呀你这个畜生。 婷婷突然激动起来, 冲上来对着我拳打脚踢, 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如此痛苦, 此刻我连想死的心都有了。 我就那么任由婷婷拳打脚踢, 直到她打累了, 我才紧紧地抱着她, 都是我的错, 是我对不起你, 我只求你不要离开我呀婷婷。 你跟那个贱人抱在一起的时候, 就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, 增强, 我们完了, 离婚吧。 一直对我温柔体贴的婷婷, 今天第一次让我领教了她的绝情。 看着婷婷转身离去的身影, 我忍不住趴在地上, 嚎啕大哭。 我知道, 曾经海市山盟的爱人和幸福的家庭, 已经彻底破碎了, 我的人生也被彻底地改变。 尽管我几次三番地对婷婷道歉, 祈求她的原谅, 但是婷婷已经下定决心, 直接去了法院起诉离婚。 由于我是过错方, 而且出于对婷婷深深的愧疚, 我选择了净身出户。 尽管签订了离婚协议, 我还是放不下婷婷。 经常会下了班回到曾经的家附近, 期盼着能再次看到婷婷的身影, 但是婷婷一直对我避而不见, 甚至两个星期后, 婷婷卖掉了我们曾经一起生活的房子, 跟岳父一起消失了。 我尝试着联系婷婷, 却发现手机号和微信都被拉黑了。 没有了婷婷的消息和踪迹, 我的心里格外的发慌, 就好像生活失去了目标, 有如一只流浪荒野的野犬。 也为心思不在工作上, 我的业绩急转直下, 由原来受人尊敬的销售冠军, 变成了迟迟不开单的吊车尾。 厂里领导几次找我谈话, 警告我如果还是这么心不在焉, 就要辞退我。 思前想后之下, 我决定去找岳母。 自从上次事情败露之后, 岳母就删除了我的微信, 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。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, 来到之前岳母上班的凯撒皇宫KTV, 转了两圈之后, 我看到了那个让我熟悉又矛盾的身影。 一段时间不见, 岳母似乎轻瘦了一些, 但是跟我的颓废不同, 岳母的精神依然饱满。 在看到我之后, 岳母也有些吃惊, 她好像没有想到我还回来找她, 我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小包厢, 然后走了进去。 我知道你来的目的, 不过我跟你岳父也已经离婚了, 净身出户, 他们在哪里我也不清楚, 但我回原来的家附近打听过, 邻居说他们可能去了广州。 阿强,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, 如果你能找得到婷婷, 一定要告诉我, 我对不起这个孩子, 我愿意用自己的余生来还债。 岳母一边说, 一边气不成声。 我沉默了, 伤害婷婷的人, 又何止岳母一个呢? 知道婷婷可能去了广州之后, 我再也在厂子里待不下去了。 与其等着被厂里辞退, 我索性主动提出了离职, 然后孤身一人, 坐上了前往广州的动车。 我为了婷婷来到广州, 而且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她, 也许婷婷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, 但是只有能够寻觅到她的消息, 能远远地看着她平平安安, 我那空虚的内心才能够得到填补。 我欠婷婷的, 也许用这一生都无法偿还。 这个故事给们的提示与教训。 一中成是婚姻的基石, 曾强的背叛直接摧毁了 她与婷婷之间的感情和信任, 证明了不中不仅仅伤害伴侣, 更毁灭了一个家庭。 二隐瞒中会暴露, 无论多么努力掩盖, 真相最终会被揭露。 曾强的秘密被揭开时, 她的整个世界崩溃了, 这说明谎言与背叛只会加速破裂。 三冲动与欲望带来的代价, 曾强因为一时的欲望而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, 她不仅伤害了妻子, 还葬送了自己的幸福生活, 证明冲动往往是毁灭的开始。 四自我救赎与悔过, 尽管已经失去了一切, 曾强仍然试图用余生弥补自己所犯的错误, 这反映了自我救赎和对过错的深刻悔过, 然而有些伤害是无法挽回的。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珍惜家庭, 保持忠诚, 同时也揭示了人性中的弱点和失去后的悔恨。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故事, 希望你们喜欢。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建议,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 别忘了点赞, 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。 我们下次再见。